大家好,我是Linden,今天我来聊聊Microsoft Designer。它是一款利用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平面,设计工具。目前,Microsoft Designer对所有人免费试用。首先,去注册一个免费的微软账号,或使用现有的账号登入,就可以进入Microsoft Designer的主界面。 让我展示一下我使用微软设计师制作的YouTube横幅。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微软设计师。 现在我们回到设计界面。 在左侧这里描述你想要创建的设计,只需输入一些文字来描述。 你想要设计的内容因为,我要创建一个YouTube横幅,所以我只需输入YouTube横幅。 如果你对文字没有任何想法,右侧可以从下面的视力中选择一个来生成类似的设计。 你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个来获取。 接下来,我要添加自己的图片,只需点击添加图片,然后选择从手机设备或媒体和你的设备在这里添加。 我选择从我的电脑上上传照片你,也可以生成图片,选择你喜欢的内容,用文字来描述。 它生成一张图片,您可以创建任何您喜欢的图片。 例如我输入YouTube横幅。 AI就会提供一些相关的图片。 如果您不喜欢它,只需删除,即可所以我还是使用自己的照片。 接下来选择尺寸。 您可以选择方形长方形或竖牌格式,因为我使用YouTube横幅。 我选择长方形格式。 现在,您可以选择任何您喜欢的设计,然后点击生成。 如果您对生成的设计,如果您对生成的设计不太满意,那么您可以再次点击生成会。 会出现一组新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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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选择你找到喜欢你喜欢的设计之后,这点击自定义。 现在,我们可以在右侧看到一些更多的视力。 您可以选择任何您喜欢的设计。 现在我要开始设计我的横幅。 看左侧这边您已看到,也选择的其他模板类型。 我不打算选择它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了。 在我的媒体这一行里,你可以从你的手机,Google Drive,Dropbox,或者是Google照片上上传文件到,微软设计工具。 我已经上传了,所以我只想选择这个挥标。 我想放在这里。 你也可以调节它的大小和位置,上下拖动来完成。 所以, 勾选可视化按钮。 如果您想要,可以获取更多照片。 例如,您可以生成照片、图形、视频。 只需建入您想要创建的图像并提供描述即可。 这里我不需要任何照片。 接下来, 我们将设计文本。 我想添加一个标题。 我只需按下标题。 以我想在顶部添加一个标题。 这里我不喜欢这个字体, 所以您可以更改它。 只需将其高量显示。 然后更改为任何您想要的字体。 只需选拨一个。 只需选择一个。 如果您不喜欢颜色, 只需选择您想要的任何颜色。 可能选择蓝色。 您还可以添加更多颜色。 据图 Jinx。 也应该你看过这首 wenig複零零, 你是可以选择蓝色。 如果您无法下 PERGoreция, 您可以任何问题依静知能备。 可以选择智能、 一个 MRT、 很巨一ylon。 AI可能会给你更多的想法 AI会为你选择一些你可能喜欢的东西 接下来我要添加副标题 这个尺寸大小你可以调整大小 你想要什么样的尺寸 只需点击任何你想要的尺寸或创建字定义尺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顶层 向前移动 至于底层 向后移动 还可以调节它的透明度 这是下滑线 删除线 接下来品牌套件 你可以添加自己的品牌和设计你自己的品牌 你可以添加自己的品牌设计你自己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新的设计 只需按下新设计 只需按下新设计 或者你可以点击这里 开始新设计 你也可以点击我的设计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之前的设计 点击按下新设计 点击选择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尺寸大小 你可以调整大小 须点击你喜欢的任何尺寸或创建自定义尺寸 你还可以重命名 只要输入你想要的名字在输入框里 这里是撤销或重做按钮 你完成设计 只需下载 你可以选择文件类型 所以PNG JPEG或PDF都可以 然后按下下载 你可以复制为图片或发送到你的照片 所以现在我只是下载 玩得开心 与你的朋友分享 你可以与你的朋友分享 你我这里不分享 只是关闭 当你下载完成时 你就可以看到它 现在我要改变我的横幅 看看它的效果 现在我只是创建了一个简单的YouTube横幅 以你也可以使用AI为给你的社交媒体 如Instagram或Facebook或Inking添加标题和标签 你可以试试看 我现在不想试 你现在我要去我的YouTube频道 上传我刚刚制作的横幅图片 按上传并选择我的横幅照片 然后打开它 完成并发布 现在看结果 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在我的YouTube频道上设计了YouTube横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喜欢请订阅点赞和分享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